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那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的大學系列 那我這樣有的戲就發現 我們的靜怡 竟然打電話給我們蠢子 她說 呃 嗨 現在打給你可能不是時候 只是回到家之後 發現我似乎 呃 把自己鎖在外面了 我真笨 所以 你可以回來一趟嗎 就不急啦 但現在回來就好 是怎樣 靜怡叫我們蠢子回去宿舍 又要把自己鎖在外面了 我們宿舍沒有上鎖嗎 喔 竟然忘記帶房卡了是不是 忘記帶那個BB那個東西 呃 好吧 那我們蠢子之後回去囉 好起來吧 那我們蠢子 上次跟小黃金吵架 不過吵完架之後 現在是和好了 對啊 應該是和好了 所以上次該不會雪地過來這裡也是因為 會忘了帶那個宿舍的感應器吧 是這樣嗎 我們先吃東西嗎 好 吃完這個東西回去喔 小黃金還沒有起來耶 難得它竟然沒有比蠢子先起來耶 對不對 看它睡得還蠻熟的 不要吵它好了 好來 我們來吃我們的龍蝦 怎麼樣好吃嗎 應該還不錯吧 喔 今天是狐嶺的校園精神日 可是我們也不是狐嶺的 等於說是狐嶺的校慶之類的 有人嗎 有人在...有人在這邊慶祝嗎 目前還沒有 喔 怎麼了 喔 蠢子突然嘔吐了 但我看到嗎 突然間吐了耶 吐在小黃金的房間地毯上耶 蠢子你怎麼了 該不會是龍蝦的問題吧 龍蝦是怎樣 讓我們蠢子食物中毒喔 吐了耶 天啊 等一下小黃金起來會發現 它第一台怎麼臭臭的 然後蠢子還不好意思 蠢子想說 天啊 我怎麼會吐出來 我竟然沒有忍住 等一下它要去清理那坨嘔吐 天啊 蠢子的表情超級尷尬的 好 沒關係 我覺得小黃金的個性 他不會在意的 他可能會幫到蠢子清理啊 結果小黃金還在睡耶 真的睡超久的 好吧 看完他可能很累啊 好 那我們蠢子先回去吧 先回去宿舍了 好 我們走囉 所以剛剛那個特殊事件 是新的耶 我在想應該是 綠色生活照片新增的吧 應該是 好 我們回來囉 然後靜宜終於也進來了 哇 靜宜肚子變超大的 越來越大囉 靜宜說 真面對相信 我突然忘了鑰匙 我發誓 這最後一次 真高興地過來一趟 然後這個 亞文也懷孕 重點是 他們兩個人的小孩爸爸 疑似同個人 疑似都是志鴻啊 喔 志鴻的跟志鴻幹嘛 他們兩個人在聊天嗎 該不在串通什麼邪惡計畫吧 我不相信這堆表兄妹啊 好 那我幫我們蠢子換一套新衣服 比較清爽的夏日裝扮 蠢子怎麼了喔 他的臉很紅耶 他想要幹嘛 他想要 他想要找小黃金耶 好吧 要不然我們蠢子邀請小黃金過來好了 看他要不要過來 打電話邀請過來這裡 蠢子說嘿 我剛離開的時候你還在睡覺 你要不要過來我宿舍一趟 來陪我寫作業 怎麼樣 他就會馬上過來喔 好太好了 怎麼樣過來了嗎 有馬上過來嗎 唉唷了 在隆下坐伏地挺神 好 那我們蠢子一下去找他上來嗎 還是他會自己上來 喔他不上來了 好 那我們蠢子下去找他好了 雖然說蠢子開車我很不開心了 又怎麼了 為什麼心情不好 蠢子說你來啦 喔蠢子親一下臉上 他說你昨天很累是不是 怎麼睡那麼晚 好發脾氣了 蛤 蠢子說你居然都沒有起床 連我走我都不知道 真是的喔 來吧 芳妮陪我寫作業 好吧讓他們上去囉 欸他們兩個又要幹嘛 我也不注意 欸蠢子 蠢子真的來個鋪倒欸 天啊 完全不是有操控的喔 我剛剛想說讓他們進房間寫作業 蠢子是怎樣 來個怒 怒聊天嗎 怒盡依歸聊天 太生氣了 我覺得蠢子可能是因為 想念巷王金雖然生氣嗎 又分離症候群喔 所以看到之後馬上忍不出來個 怒聊天 太好笑了吧 真是的 欸說好寫作業呢 我突然發現這個真氣是愛心形狀了 對不對 真的欸以前沒有注意到 然後這個也是大愛心欸 我以前為什麼沒注意到 我蠢子就臉紅了 他跟蠢子說 哇你今天有多熱情了 我蠢子也出來 好來吧趕快進來 進來房間寫作業啊 來來過來這裡 然後把作業寫完 蠢子說怎麼樣 所以和好了嗎 你不會生氣了吧 我會誤會了吧 好吧看蠢子已經是不會誤會了 因為像他們兩個不是有點吵架嗎 所以說 因為誤會的關係有點吵架 然後性好像和好了 應該吧 怎麼樣 周明哲 他說他要舉辦派對 要請我們蠢子去 要去嗎 有點不想去欸 不要了 我們要寫作業要不要打擾我們 然後蠢子就默默坐在旁邊 陪蠢子寫作業了 默默坐在旁邊看著他 有沒有 你沒有做什麼 默默坐著傻笑 然後蠢子呢 這會寫怎麼樣 應該快寫完了吧 默默發綠言 那我們蠢子可以來抱怨一下 抱怨說功課好多啊 怎麼寫不完 然後還可以講什麼 蠢子可以問他說 所以你想要小孩嗎 如果未來有一天我們 真的繼續在一起的話 問這種問題會很奇怪啊 會把男生嚇跑 你們會這樣問你們的 你們的另一半嗎 問他說你想要小孩嗎 我想要小孩 我想要小孩說 我覺得 我可以接受我小孩的事情 所以 想要小孩 就回答什麼意思 他想要跟蠢子一起 製造小孩嗎 怎麼覺得很可愛啊 他們兩個 雖然說問這種問題超奇怪的 而且他們兩個都還是學生欸 所以根本其實 不是很適合談這種話題對不對 我想你什麼 想說 哇 我竟然說出來了 他說我竟然說出來了 我可以接受我小孩這種事情 天啊 這樣會不會把他嚇到 可是說出來覺得很開心是這樣嗎 太好笑了吧 好我們繼續寫作業 怎麼可能這個作業寫超久的 還沒有寫完 小妮說加油 趕快寫 你可以的 你做得到的 喔他要離開了嗎 他要幹嘛 頭看一下 我還要出來看靜怡拉小提琴欸 欸真的欸 這靜怡對吧 靜怡你穿什麼衣服 因為小妖精 其實他應該也是會拉小提琴的吧 因為他們家有一個傳家寺寶的小提琴 落落幕經過 他們想說 哇這個人又來了 又是他 好我們作業終於寫完 寫超久的 我們讓蠢子去上廁所洗個澡 然後我想讓他們做個事情 來過來去上廁所 然後淋浴震壞掉了 學弟出來啊 趕快出來 讓出空間給學姐洗澡 你可被這間壞掉了 用不了啊 真是的 好我們先來上廁所人號洗澡 來這邊 在淋浴間唱歌 好玩一篇唱歌嗎 怎麼了 蠢子為什麼這麼難過 為什麼要難過 我感覺蠢子還是有點在意欸 他可能想說 上次沒想到小妖精會那麼生氣 幸好現在沒事了 幸好沒事了 他可能有點擔心吧 雖然又是誤會一場 只是 我怎麼換關艇了 欸出來啊 借過 我們可以進來嗎 這樣要把他趕走 然後小妖精 竟然一個人摸摸在這裡 跳舞 好那我們全職怎麼樣 要把關艇趕走了嗎 全職衛 你洗太久了吧 給我出來 我們學妹沒有看到 也沒什麼好看的 他也穿短褲了 穿短褲洗澡 欸借過啊 我要洗澡 超臭的 把他洗好了終於 好了吧 我們過來這裡邊洗澡邊唱歌 然後小妖精也過來了 沈子可以邀請小妖精一起洗澡嗎 我沒有 他在臉子外面欸 他想說哇 沈子在洗澡嗎 為什麼臉紅了 欸你在偷看嗎小妖精 你在偷看嗎 我沒有走掉 他想說還是不要看好了 這樣不太好 哼 雖然說他們兩個之間 應該是什麼 該看的喔 跟不該看的可能都看到 好 沒有辦法趕快洗澡 我們寫作業寫太久了 已經靠十點了 然後小妖精幫忙拖 宿舍地板欸 他是很超來乾淨的喔 好 我們沈子終於洗好澡囉 洗超舊的 然後沈子跟小妖精說 我們上次不是說好 要一起去 四清嗎 怎麼樣 我們現在去吧 如何呢 雖然說有點晚 可是應該 應該還有開吧 好那我們來到這個SPA館 我們假裝這裡可以 來一次行好了 假裝一下 好我們到這裡囉 我們看一下 怎麼樣人嗎 這邊有冥想的小椅子欸 這邊有飲料台 好那我們過來這裡好囉 過來這個按摩的椅子這裡 沈子心情真的超不好的 我感覺最近心情一直不太穩定 常常心情不好 沈子說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選什麼圖案呢 我們一起來選 如何呢 哇 他竟然冥要沈子欸 為什麼這麼激動 哇他肯說你確定嗎 這個用就是一輩子了 你確定嗎 喔然後沈子抱抱他 跟他說 對我確定 我已經想好了 來吧 我們來把彼此 烙印在彼此的身上 我覺得這樣超浪漫的 有種互相就是 約定好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過來看一下 我們幫他選什麼樣的刺青好囉 我想來個比較小的 我覺得可以在手上呢 右手上或者是鎖姑 可能也不錯欸 看到誰有沒有知道還有選上 其實這個感覺不錯欸 無限的符號 有種就是無限的 無限的愛這種感覺嗎 呃好肉麻 有沒有我覺得還不錯 來就來個文字呢 這什麼文字 我覺得文字寫什麼 family 然後呢 這個是sister 對嗎 sisters 有點少不太清楚 好我感覺這個最好了 我們選這個好了 在鎖姑這裡感覺還不錯 靠近心臟 我們可以隱約從沈子臨口 看到一點點 這種感覺還不錯欸 不會說太誇張 可是有 好那一把小黃金 加這個刺青喔 可是我突然發現 這個刺青會蓋過他的 左手原本刺青欸 怎麼辦 還是用把左手搬到右手 假裝原本就在右手之類的 要不然有這一款 是左右手都有的啦 這個同時左右手都有了 可惜沒有只有右手的 好吧 我們暫時像好了 只好改可以改 所以他現在先上幾個刺青了 1 2 然後3 然後 左右手都有 可以4 5 早有一個 6 有點多啊 好我們就這樣 聽著說 說好了 以後不可以說 不在乎 不管我 知道嗎 有時候想完 今天不是故意去橙子 然後就說他不在乎 這樣嗎 然後抱抱橙子 很想說白痴 誰說 不在乎不管你了 好吧 那等一下可能切換到 紫辰那裡去玩他一下 那我們來到紫辰這裡 他在幹嘛呢 他在看電視 我們看一下 有作業要寫 還有期末考欸 這樣有期末考 好 我們可以邀請朋友來這裡 陪我們寫作業嗎 這個時間 凌晨2點 紫辰還看什麼 在看脫口秀欸 好那如果我們邀請 LUNA過來這裡 她會過來嗎 我感覺他可能在睡覺 可是我們吃一下好了 紫辰說 嘿你在幹嘛 要不要過來我家一趟 我最近剛搬新家 你還沒看過吧 把他穿在睡覺 我讓紫辰肚子餓嗎 真的欸 他做東西吃 好那我們做一下好了 做完可能剛好早下 就可以邀請朋友過來了 他做什麼 我們做 喔 起司通心粉欸 哇 感覺超好吃的 我肚子餓了 我超愛吃起司 好來吧 我們做點試一下 哇 這個城市的夜景 真的超無敵的欸 無敵夜景 那我們紫辰 紫辰自己寫作業好了 好來喔 我們先來自己寫 喔對 我們還要送金木給雅惠的女兒欸 對吧 唱也忘了喔 那我們作業寫完之後 白天就去找雅惠好了 然後黎明了 開始有這個燈光灑進來 真超美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城市三米蘇 那種燈光做得超漂亮的 不管是黎明的燈光 還是傍晚 或是夜景 都超漂亮的 像這個黎明 我覺得很有逼真感覺 真超美的 超喜歡看遊戲的風景 怎麼樣 紫辰寫完了嗎 還沒有 看著黎明灑進來 我覺得住在這裡 真的是超棒的 超享受 可是很棒夜景 很棒黎明 那我們寫完作業之後 來加個自拍吧 上傳一個自拍到我們的Instagram SIMstagram 我們來自拍一下 哇 傳一個超帥氣的自拍 怎麼樣 這個黎明 這個黎明太美了吧 超級無敵美的 然後紫辰可以把這個照片傳給 傳給別人 還有傳這個奇怪照片 這水上太好笑了吧 天啊 我們傳這個什麼照片 你們什麼也沒看到 我們試一下好了 我們假裝 紫辰傳的是剛剛自拍照片 好不好 我們傳給Luna 看一下 她什麼反應呢 紫辰說 嘿我剛拍一張超帥氣的自拍 我都被自己帥到了 怎麼樣 你喜歡嗎 你是我第一個傳給的人 第一個看到的人 露娜有回應嗎 完全沒有反應耶 天啊 子群該被Luna封鎖了吧 她要去報警了 好吧算了 那我們去雅蕙家好了 我們去她家送集目 好走囉 因為在我們這個大學系列存檔裡面 雅蕙女兒還沒有長大 因為在我們綠色生活系列 雅蕙女兒已經長大了 在這裡還沒有 好那我們到雅蕙公寓了 我們來敲門吧 雅蕙應該是住這一間 好來喔 來敲門 紫辰想說 雅蕙在嗎 來敲一下 怎麼樣 好去進來吧 好太好了 雅蕙在幹嘛 在看電視 她女兒呢 她女兒在 自己玩耶 剛剛玩垃圾吧 我還好想要集目了 好太好了 我還在玩遙控器耶 佳話 好我們過來跟她打個交呼 奇怪我不是認識她嗎 為什麼她還有自我介紹 她就說 嘿小朋友 看看我帶什麼給你 快點 快點說哥哥很帥 我就給你 快點說 怎麼樣 講話會講話嗎 我覺得她可能還不會講話 我要過來這裡了 紫荃說乖乖 怎麼樣 快點就帥哥哥 快點 喔她又起來了嗎 哇 紫荃逗她玩 我把她包起來耶 然後呢 我把她轉一圈 給人這個交換 蠻喜歡紫荃的耶 紫荃魅力真的是 不論老少年幼耶 是不是 有點可愛啊 真的耶 紫荃說乖乖 快點 快點就帥哥哥 要不然不放你下來 我其實感覺有點危險耶 高難度動作 我抱抱她 然後雅荃在幹嘛 雅荃在看電視 雅荃聽小說 幹嘛跟她玩 你不是在教舞的嗎 我覺得雅荃是一種會吃進女兒處 那種 有點好笑 然後紫荃竟然說 啊小朋友真麻煩 真是的 好重啊 阿姜荃你好重啊 好啦 那我們送她囉 我們來送她禮物 把我們的積木送給她 在這裡 小老師積木她 是姜荃一直想要的玩具 我們送她吧 紫荃說 好吧 看在你不會講話的份上 這個帥哥哥等你五年後再叫好了 來這個送給你 怎麼樣喜歡嗎 帥隻想要的積木耶 欸怎麼樣 突然破土了 突然離開笑不掉 怎麼樣 姜荃喜歡嗎 喜歡嗎 你看滿開心的吧 開笑的這麼可愛 對吧 然後怎麼回事 我們被家榮搭訕了 在家榮哪裡 那我們也跟雅荃老天 紫荃說 其實女兒蠻可愛的 而且我這種感覺 他跟某個人 我們認識的人長得很像 很像我一個好兄弟 因為姜荃是志弘的女兒 雅荃說真的嗎 雅荃有點尷尬 因為其實紫荃並不需要姜荃是志弘的女兒 對吧 他沒有講過 然後紫荃來個大間 他覺得嘿雅荃 感覺很久 沒有跟你好好聊一聊了 最近故怎麼樣 一個人照顧女兒蠻辛苦了吧 太搔癢了 你也知道啊 你也知道很久沒找我了 我還想要幹嘛 欸他們兩個 是我想的那樣子嗎 欸真的欸 所以 雅荃是說 既然這麼久沒來了 要不要 要不要來 那個 欸等一下 架荃在旁邊呢 不要這樣子 真的欸 紫荃說不要吧 這樣不好吧 女兒在旁邊欸 喔 紫荃既停住了 所以是雅荃跟紫荃要求的 然後紫荃原本想說好 又很久沒見 結果看到架荃在旁邊想說算了 架荃想說奇怪這哥哥 你要跟我媽媽幹嘛 喔 沒事沒事 雅荃不要激動啊 女兒在旁邊看 好他們紫荃 先跟他來個 紫荃說沒關係 我們下次好了 下次好不好 我們今天是陪你女兒一起玩 怎麼樣 然後雅荃會抓起紫荃手 她說好啊 沒關係 心裡可能在埋怨她女兒之類的 然後突然發現Lana也在這裡欸 就是我們教授 我對於教授也住在附近嘛 對吧 那我們紫荃跟教授 又來聊一下好了 好 那我們出去喔 我們去找一下教授 喔 很抱抱欸 她說嘿教授 沒想在這裡遇到你 最近應該要起莫考了對吧 所以 你能夠幫我 輔導一下嗎 怎樣 喔 Lana好像說好欸 喔 然後Lana又說開玩笑的 騙你 我看不出來你這麼調皮啊 好 那我們讓他們兩個去樓下好了 去樓下吃個東西怎麼樣 來這個小攤販 好那我們看他賣什麼東西 我們來點餐 那我們買個雞肉捲餅 有點超好吃的喔 好來點一下啊 黑帥哥 我們紫荃要一份捲餅 如何呢 我來了 那我們一起坐過來這裡 喔怎麼了 陳子傳點訊過來耶 然後邀請紫荃去她宿舍 不了我們在打妹啊 妹妹你等一下 雖然說我們紫荃是妹控 可是 我覺得她還是想跟教授想取一下的 她說嘿教授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你有看到我上次寫的作業嗎 是不是寫的超好的 我有超努力在寫作業 怎麼樣 教授說什麼 教授說 對我覺得你寫的還不錯啊 沒想到其實你還蠻認真的 然後教授要跑掉了耶 欸不要跑啊 等一下 她被我們紫荃嚇跑嗎 我感覺教授其實還蠻抗拒紫荃的 然後趁機偷情一下 欸這個手錶 這個手錶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眼熟 教授 是不是有隱藏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好那我們繼續往到這裡好了 我們下次再來繼續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有看到更多 紫荃跟陳子的故事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要打開啟鈴鐺 並行